歡迎收看 台灣向前行 台灣向前行 我是孟琪 高宏安的爭議滾雪球 有關於都更案 到底跟建商之間 有沒有對價關係 面對質疑 昨天高宏安是派秘書長 出來開記者會 強調這一切 都是尊重行政程序 秘書長昨天在記者會 還說 說實在的啦 高宏安根本對這些業務 不熟悉 沒有能力 當然也沒有介入 好 現在為了要止血 直接把市長 沒能力講出來 那敢說 不過記者會之後 各界的質疑聲浪 其實沒有停 繼李正浩之後 今天吳征是接力爆料 說生意開發 兩位前後任的 獨立董事 居然擔任的是寡婦樓案的環評委員 然後核定通過出審了 這一切都不用利益迴避的嗎 有關這一題 高宏安真的有必要出面來交代清楚 好 那麼另外一方面 在藍白炮口一致強力攻擊之下 農業部長陳吉仲 真的是重彈落馬 請辭獲准之後 接下來他準備要回去中興大學教書了 不過在野黨還是緊咬不放 好 先前還沒辭 罵人家戀戰官位 現在陳吉仲下台了 再也也有話要說 說他不負責任 到底要怎麼做這麼不安議 我們稍後一起來討論 好 我們趕快先來介紹 今天的來賓 首先第一位 我們邀請到的是資深媒體人 林玉慧 孟淑好 大家午安 左手邊我們歡迎到的是 民進黨新竹市立委參選人 林志傑 孟淑好 大家好 再來歡迎到的是 資深媒體人鄭沛芬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再來邀請到的是 國民黨立法委員陳以信 孟淑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等一下還會有民進黨 台北市議員趙宜祥 也會加入節目討論現場 好 我們趕快先來關注到的是 新竹市議員還有政論名嘴 是接連提出質疑 懷疑新竹的都更案 跟高雄案男朋友 李仲廷的房東有關係 面對指控 高雄案是派秘書長 出來開記者會說明 一起來看 高雄案和男友入住豪宅回建築 被質疑與建雙有利益關係 名嘴裡證後再爆料 率出市府7月27號的公文 核定生意開發的東區都更計畫案 上頭還有大大的高雄案觀印 說這就是一槍必命的證據 他點名生意開發董事長陳文聚 同時是利萊德投資公司董事長 而回建築屋主 也就是高雄案男友的房東林美滿 存是利萊德董事 到今年3月才離職 周時這時都更案開始快速推進 他又是高雄案回建築豪宅屋主 林美滿的關係企業 所以對於我們在質疑高雄案是 這個對價關係已經建立了 我便宜住林美滿的房子 而我在加速度上讓林美滿的都更案 整整快了大概一倍左右 這些都是高雄案要解釋的 春年6月辦公廳會同年8月申請 市府核准 接下來沒進展 但今年3月起每月有進度 7月就事業計劃公告實施 讓李政浩質疑速度不合理的快 市府秘書長清場火線駁斥 還舉其他縣市對比 另外寡婦樓都更案 重新改建的一個案子 台北市政府他們推150專案 在板橋20天就審完了 那才叫光束 收一個案子來 我還要做身家調查嗎 另外寡婦樓都更案 凍結延宕多年 被曝出高雄案 為了建商解凍 市府更搬出前朝林志堅來等槍 105年環評就開始進行了 並不是所有的東西都暫停 當時的市政府有所謂的凍結嗎 沒有啊 所有的程序都在進行 你說我們什麼加速進行 每兩個月開一次 為民服務不行啊 真意越演越烈 市府秀出11張圖卡 一一反駁指控 但議員原局疑 高雄案和建商關係微妙 秘書長依據不會先對建商 身家調查只怕還是無法滅過 好高雄案跟建商之間 到底有沒有這個千絲萬縷的關係 請教約會節之前 我們先來看到 昨天新竹市呢 派出秘書長開記者會之後 在晚間高雄案 自己在臉書上發了簽字文 我們先來看到底下這邊 新竹市長高雄案發臉書 他說他自己上任之後 並沒有主持都審會議 而且呢 也沒有干涉公務員的專業 通通都是依法行政 更從來沒有下指導旗 因此呢 他說抹黑不代表正義 不容真相被造謠掩蓋 市府付出的努力 最終都會獲得市民的認同 我先來請教玉惠姐的事 昨天記者會這一場 高雄案沒自己出來 他派出來的是張志祥秘書長 昨天張志祥也是字字句句 鏗鏘有力 他說這個高雄案上任到現在 我說實在 他根本對這些業務不熟悉 根本沒有能力 也完全沒有把手伸入 所以這一切都是公務員依法行政 那些批評 懷疑的人 這些指控通通都是造謠 都是外界黑白講 來 玉惠姐 我不曉得這位張志祥秘書長 昨天到底在大崩潰什麼 那他首先我先一一來解析 他先講說高雄案市長是沒能力 這點我倒是蠻肯定的 那這張圖其實他自己拿出來的圖 一模模一樣樣的圖 在這張圖上就解釋得這麼清楚 時序就這麼清楚 就是在你高雄案的時候 開始寡婦樓才開始有任何的動作 在林志堅市長的時候是沒有動作 唯一有動作是寡婦樓被拆掉了 所以解除了文資 因為你樓拆掉了 你那個光寡婦樓那個 其實他還有其他很多塊 那所以只有那個部分而已 所以我不曉得他在崩潰什麼 然後他崩潰還順便把 現在台北市的市長蔣萬安 還有現在的新北市的市長 柯友宜也拖在裡面 所以你開心就好了 你繼續崩潰好了 我覺得現在看新竹的大祕訪 真的是挖不完的 那現在總共有兩個案子 李正浩所提出來的兩個案子 一個是叫做寡婦樓 另外一個叫民主斷 寡婦樓的案子 他所涉及到的是 林志堅市長的時候 本來寡婦樓 它是一個都庚的案子 那因為這個都庚 涉及到了有一些的歷史建物 所以這歷史建物很不幸的 被這些的不孝的當時的業者 突然一夜之間 本來是要去把它補強的 一夜之間突然間把它拆掉了 所以林志堅市長覺得 這些的不孝業者實在是非常可惡 因此而把這整個的案子凍結下來 這個案子我簡單講 這個案子是在高鴻安擔任市長以後 在今年的3月開始光速的發展 這是寡婦樓的案子 等一下我還會再補 另外一個案子 現在李正浩所提出來的 有公文 有他的這個訴 就是這個整個都庚的這個時程 我也等一下給大家來看 這個是有關於在另外一個案子 這個案子叫做什麼呢 叫做民主斷的案子 這個是民主斷 這就民主斷的案子 民主斷是在完完全全 是在高鴻安市長 這個跟林志堅 所以那位秘書長你不要再崩潰了 這個是你們高鴻安 自己做的來 在完全是在你高鴻安市長 自己任內所有所辦的 這個日期看得很清楚 是在今年112年 也就是2023年的7月28號 臨時起生效 民主斷就在新竹的 巨城百貨的附近 這是新竹最精華的地段 這個公文他蓋的章子 叫市長高鴻安 下面我圈這個白框框 沒有任何的什麼什麼覺醒 什麼什麼其他的覺醒 也就是這是高鴻安本人 他的自主意識所牽出來的 高鴻安要讓這塊地 趕快來進行都更的 好那再給大家來看 這個都更的時速 為什麼李政浩會說他是光速呢 我覺得李政浩講的時間 實在是我覺得太寬鬆了 因為他把這塊的地 他把林志堅市長 因為第一段 這個叫做公聽會 公聽會誰都可以 業者他也可以去有辦公聽會 這個業者要送就可以送 那公聽會到 這整個的申請事業 這都是業者 這全部都是在林志堅的時期 那但是在林志堅的時期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林志堅的時期 事實上是沒有動作的 就是111年的6月24 跟111年的8月3號 一直以來都沒有動 那開始公開展覽的這個時期 是在112年的3月27號開始 112年又回到2023年的3月27號 3月27號 高宏安當時已經住進了回建築 這個是後話 那從3月27號 2023年的3月27號 3月4月5月6月7月通過這個案子 那是不是光束 講光束是講這個光束 這個案子到整個從開始 每個月都有進度 公開閱覽 然後到通過四個月不到 你現在去講人家講問安 什麼150 講人家的侯友宜什麼160 你比人家更棒 你現在150 160 你比人家時間更少 你四個月你就完成了 所以其實都更這個 我們當然都希望越快越好 但是事實上 你到底有沒有對價 這個才是現在這個問題的核心 好 現在問題來了 我給各位看一個 我今天走 我用吳征跟李政浩 兩個人的資料 我做了一張增補圖 這一個區塊 這邊這個區塊 是民主段 就是我剛剛所講的這個民主段 它是在聚成百貨的附近 它的這個開發以後 大概有50億左右 它是蓋地下四層樓 地上大概23到25層樓 那總共是開發公司叫生意開發 還有一家叫利德來投資 那它這個總共的相關的這些老闆 有包括林美英 還有賴以萱 還有這位叫謝弘年 然後這些人 還有一個前董事叫林美滿 好 我再把另外一個案子 叫寡婦樓 這個案子 也就在光復段的寡婦樓 這個叫李明開發 那這個全部都是生意營造 他們的相關子企業 這個案子也就是我們剛剛講 林志堅的時候凍結起來 然後高宏案的時候解凍 然後這個案子 大概開發以後的利益 大概是200億左右 那這邊又有林美英 還有另外一位讀董 叫張祈偉 好 我們給各位講一下 這位賴以萱 那他這位讀董 倡議開發的讀董 這位謝弘年 那這位前讀董 也是倡議開發的讀董 兩位好巧啊 都是環評委員 他們通過了寡婦樓的案子 因為寡婦樓要進行開發 需要進行環評 他們通過了寡婦樓的案子 而這一位讀董 張祈偉這位讀董 他又擔任的是都計委員 他通過的是這個案子 是這個民主斷的案子 大家不要以為我胡說 我現在攤開圖給大家看 這個是你從公開資料上面 你可以去找到 寡婦樓環評的委員 有哪些 我們剛剛給各位看有沒有 哇 賴以萱有沒有 賴以萱上面這位 他的資歷是 中華大學工業管理系的副教授 但他沒有告訴你的是 利來德公司的讀董 看到沒有 這是利來德公司的讀董 叫做賴以萱 然後下面這位是謝宏年 謝宏年是中華大學的 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的教授 他的太太叫做張新文 他正好也是利來德公司的讀董 然後這個呢 他們兩位是環評委員 環評委員通過了寡婦樓的案子 好 再給各位看 我剛剛不是講嗎 還有都市更新計畫爭議處理的委員 這又是另外一群 那這個還記得吧 張新文 張新文你同樣 張新文在這裡 在這個圖上的這裡 這個因為今天早上搞這些圖 搞得這個人羊馬翻的 張新文在這裡 他是利來德的投資的讀董 那他在這裡 他是中華大學的特聘教授 他是利來德的讀董 他的先生正好就是謝宏年 哇 坎坎的都有關係 然後這位張其偉呢 就是通過民主段的這位 這個李明開發的讀董 那他又是中華大學 我不是說中華大學 因為他們都是在學校教書 絕對都是學有專輯 但現在問題來了 你們在通過的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通過的 被通過的同時 不要忘了我剛講 3月27號以後 有一位叫做高鴻安市長 他的男朋友 叫做李中庭先生 租了誰 租了林美滿的回建築 全部都回來了 所以這張圖上 所有的關係人 你會覺得 我們最近怎麼這麼熟啊 而且按圖所記 全部你可以看到 不管是在都計委員 不管是在環評委員 或者是在倡議公司 怎麼這麼巧 全部都在裡面 我覺得你是誰的委員 或者是你在學校教書 這些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在於 你有對價關係 所以我在呼應 所以這為什麼 李正濠會說 抓到了 這是對價關係 告完你完了 這個稍後 這個稍後 玉惠姐還可以再繼續來補充 因為剛才真的要把這些關係人 這樣整理成一張表 真的是不簡單 我請教一下 我們這個 現在要參戰新竹市立委的 這個智傑老師 這個從圖表當中 你很明顯的看到 生意開發的兩位 前後任的獨立董事 就是剛才玉惠姐 這個圖卡上面的賴宣 還有這個謝宏年 他們兩位擔任的是寡婦樓案的環評委員 而且也核定通過出審了 有這麼剛好的事情 所以大家要問的是 你都不需要利益迴避的嗎 是可以這樣搞的嗎 當然是不行啊 昨天我們聽完這個秘書長的訓斥會 我們不敢說他是記者會 因為他也沒有誠心 也沒有說明 基本上他是在訓斥媒體 訓斥這個政論的評論員 訓斥這個主持人 訓斥記者 所以這個訓斥會裡面 他其實完全沒有講到 我們最關心的利益迴避問題 然後即使今天再說明 又把這個包丟給林志堅前市長 就說裡面這個某某 其實是前任市府派 人家根本就不在乎這個問題 問題是如果今天你有利益衝突 在審案子的時候 你就要迴避啊 然後你再看到秘書長昨天講了 他說高市長沒有這個能力 如果你沒有這個能力 我們選你當市長做什麼呢 請各位自行Google 就可以看到新竹市的都市更新 及審議 爭議審議委員會 裡面主任委員是誰呢 主任委員就是高市長啊 然後副主任委員就是秘書長啊 然後按照這個都更 即爭議審議的處理辦法 如果主任委員他沒有辦法來處理事情 不能當主席 也是由他指派的人當主席啊 所以今天高市長 你擁有所有處理都更 跟爭議審議的決策權 主席不是你就是你指定的人 那你怎麼可以一推了是說 不好意思我沒有能力 這件事情我都不知道 第二個是我覺得那個市政府 每次出來說明就不肯講清楚 所謂的前朝到底是指什麼 事實上在寡婦樓 因為這個都更的這個長址 離我們陽明交大非常的近 他其實就在清大對面 清大夜市的後方 所以其實是基本上是我出入的場所 所以這一塊地方 其實它的價值是非常高的 但為什麼林志堅市長要把它停住 因為它有涉及 第一個是新竹的交通問題 我們新竹的大眾運輸 一直是大家非常苦惱的噩夢 如果這個地方蓋了15棟樓 你可以想像清大夜市的這個小巷 該怎麼蓋大樓 大家可能連停車場都開不出來 所以它必須配合輕軌 第二個15棟樓以後 你所有的人口進駐 你的學區怎麼辦 你的學校有沒有辦法 第三你的公園 第四你的公車路線 所以當時考慮了所有東西 再加上文資的爭議 才會用行政的程序 把它暫緩下來 可是你看高市長上任以後 就開始光速的啟動 我們非常驚訝聽到一個抗辯 這是我很少聽到台灣的文官會這樣講 他說變民不行嗎 我們這麼多年做廉政的宣導 就在跟你講 變民跟圖利是不一樣的 變民跟圖利是有界限的 沒有人說你不能變民 但是如果涉及利益衝突 該迴避的事項 你沒有處理 那就是一個圖利 所以很遺憾 昨天的訓斥會完全沒有回覆 也沒有回應媒體跟社會大眾 尤其是新竹市民最關心的問題 是很多爭議的點 秘書長沒有講到 佩芬姐 因為現在新竹市政府的回覆 是直接跟你說 我們市長就沒力量就沒資料 不熟悉這些業務 這可以嗎 這要對得起新竹市民嗎 難怪議員會炮轟 他說任何一個市長 都要去關心都庚跟重劃的案件 更何況你高鴻安 現在還有一個什麼樣的頭銜 新竹市都市設計 還有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的召集人 這個通通都被人家翻出來 那你現在丟下一句說 這個市長沒有能力不熟悉 這樣就沒事了嗎 你應該說的是 你們為什麼你跟男朋友要去住那個回建築 這個癥結點都在那邊 來 佩芬姐 其實我想高鴻安 大家說他沒有能力 我不認為他沒有能力 你知道嗎 你從他過去的經歷看 然後再加上他的學歷 他絕對不是沒能力 但是而且那個鴻海的老闆郭台銘說 他親自調教出來 他說他受過他完整的訓練 這不是沒能力 他真正的問題就是說 這個業務對他來說是陌生的 這是沒錯 然後他完全不懂這個業務 但是為什麼他要去碰這個業務 換句話說就是 你知道嗎 就是這個業務是誰弄來給他的 這個才是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說依法行政 沒錯 他今天是新竹市長 他當然有決定這樣做 但是這個業務是誰去撈來的 然後誰給他的 然後誰教他這樣做的 我覺得那個才是真正的問題 那當然你說剛剛就講 大家講到他那個男朋友 我覺得這個整個勾搭出來 也許就是牽扯這個東西 他們就是利用高宏安新竹市長這個權力 來做這件事情 好 那這件事情就是說 包括他的男朋友 比如說租的房子 那些牽扯太多 換句話誰教他的 誰把這個案子丟給他的 然後他為什麼對這個李宗田言聽計從 然後而且他過去的老闆 為什麼沒有提醒他 這件事情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覺得你如果講的話 我覺得他今天是個傀儡 因為他當了新竹市長 大家利用新竹市長他的這個權力 去做這件事 去撈這個好處 這個才是關鍵 所以最後你說他會不會涉及不法 當然有可能 因為你用了你的行政權利 依法行政 沒錯 但是整個案子的問題太大 所以我覺得你如果說他沒能力 我不認為他沒能力 他絕對聰明 你知道他那個出庭的時候 他平常都是名車代步 出庭那天這邊坐個計程車就去了 你說他不聰明嗎 他絕對聰明 可是他走到今天 是他真的是被人家利用 然後他也許聽了不該聽話的人 我覺得這個才應該釐清的 所以他的秘書長出來替他解釋 這些沒有意義 所以換句話就是說你追根究底 你這個案子怎麼來的 為什麼會你要去碰這件東西 因為你對這個案子是陌生的 即使你再聰明再能幹 這件案子跟他從來的經歷 一點都不大嘎 所以我覺得他 如果是真的被利用的話 那他自己最該活受 匪陶匪的高鴻安 現在秘書長出來 居然是又沒有能力 不熟悉業務來幫他開脫 這個我們聽到覺得非常的諷刺 相關的問題 相關的疑點還有非常多 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再來請教委員 還有議員